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如果每天念十部地藏经 你知道会怎么样吗 有个人怀孕检查出来是个女的 但家人又想要男的 他就问有没有转女成男的方法 怎么求菩萨 转女成男是有的 这不是转化 如果你真心来求菩萨 要转女成男也是容易的 方法是 你先每天念十部的地藏经 如果一部经念一小时 十部经就要十多个小时 为什么要怎么多 就是让你减少其他的妄想 让地藏菩萨 充满你所有的生命空间中 这对你忏悔业障是有好处的 如果你真的修行 比如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 像法华经说的 你要忏悔业障 三七日念法华经 普贤菩萨就回来加持你 给你摸顶受计 药试经也讲到 你要一七日 三七日 乃至四十九日 都要一心来念药试经 公药试灯四十九斩 你真的要修时 就要给自己设定时间 数量来严格要求自己 以前有个人 子宫检查出来有几个黑点 容易病变 医生要他三个月后再复查 有问题就准备开刀 我就劝他每天念阿弥陀经二十步 他也依教凤行 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每天念弥陀经 念到最后出现一个境界 他看到对面的山 很像西方三圣 这个境界持续了很久 后来去检查 子宫病变好了 他满院后就不念了 不念后 再看山还是山 不是西方三圣了 我感悟很深 这就是典型的转六根的形式 为什么极乐世界里 鸟声都在法音喧流 这其实是人六根清静了 看一切境界 都是佛国清静的显现 他一心念 能念到自己慢慢生根清静 生根清静后 身体就健康了 一些人生病了 念念经 感觉不起作用 就放弃了 就像烧水一样 你烧一烧 没有开 就放弃了 然后接着烧 还是没有开 对不对 尤其是生病的人 你要坚持不懈地烧 才能转化 所以我们要求 一天至少十步地藏经 念经念到睡住了 醒来接着念 这样子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一心细念地藏菩萨 什么病都能好 但做到一心细念 确实不容易 修行是很严格的事情 现在人喜欢讨便宜 简单 每天花十五分钟念念经 就想着大收获 你想看 这怎么可能呢 能量是守恒的 你付出多少 就收获多少 对不对 如果能念十步下来 凭你这个毅力 菩萨什么善愿都能满足你 每天有十个小时 都在一念地藏经时 你身体会转化 生命也就会转化 记得 生命要转化时 你的身体是必定先开始清静 在梦中 菩萨就给你相关之事 或者你就觉得身心很安乐 当你觉得沮丧 身心像被捆绑住时 人生没有目标时 这就是你被恶业绑住了 你去念地藏经后 就往往感觉到 舒服了很多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